搭乘坐車抵達倫敦高等法院 英國哈利王子指控英國八卦小報發行商 禁報報業集團 超過33篇報道的資訊是以非法手段取得 包括透過電話竊聽聘用私人偵探 哈利因此成為132年來 第一位出庭作證的王室成員 哈利發表長達55頁的證人陳述 抨擊英國媒體和政府互相勾結 損害國家生育 他也指控英國小報亂報 稱他的身父是戴安娜偷情的軍官 修伊特 導致他幼年一直很擔心 因此被趕出皇室 他也指控媒體把他的前女友 雀兒喜下跑 控訴媒體非法收集資訊 讓雀兒喜認定自己不適合王室生活 成了當年兩人分手的導火線 開庭時間長達5個小時 但期間哈利王子疑似無法確切詳細敘述 也沒有足夠證據證明手機被人竊聽 因此針對大多指控 禁爆爆業集團否認到底 只坦誠有非法蒐集哈利 及其他三人的資訊並為此道歉 案件是從5月10號開始審理 估計將持續7個星期 哈利預計7號還會再出庭 記者綜合報導 請再嘗試 歹記者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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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